參加新店裡 辦理高麗菜創意料理 分享多年 特別開辦手工泡菜DIY的庫町 家里面如何自己製作 簡單又健康的高麗菜泡菜 這家媽媽從洗菜切菜到家裡煮 尤其紅菜頭 每次的貴店都非常注意 像這里辦高麗菜料理分享多年 當時也在外面中 家里面做好吃的泡菜 我們是比較偏向台式的泡菜 就是裡面有泡菜 然後辣椒 薑片 紅蘿蔔 然後材料裡面還有一些白醋 糖 還有一些少許的鹽巴去醃製 最後的泡菜只要兩天的時間就可以吃 吃菜口感切菜 而且做法簡單 到上次還在菜精神 自己在家裡做泡菜 可以說是為生哥辛吉 做完之後兩天以後 其實就很入味就很好吃了 對 那基本上一般大概口感脆脆的 大概一個禮拜以內都還可以 所以一般我們家裡面 假設買了一顆高麗菜 其實一半你可以把它新鮮的這樣子炒 然後另外一半就可以來做泡菜DIY 簡單的泡菜DIY 這段時間差不多只要一項正中有 有興趣的民眾也可以來試試看 記者心中帶華三 永蔡烘布的